上一堂啊,我們談到這個吳樂法 那麼就有一個同門,跑過來跟我講 他說,請這個師尊啊,這一堂啊,把吳樂法教我們 這個好是好啦,好是好,但是要等基因,要等基因 當初我學這個法的時候啊,上三 那麼求這個師父教授這個法 師父也沒有說一次就答應 我隔了差不多一年多,他才傳授我這個法 然後我是把我自己那個時候啊,所有的薪水,全部供給他 他說,他摸起來也是很薄啦,摸起來也是很薄啦 他還是很勉強的教我,很勉強教我 事實上這個法真的可以達到,是可以達到的 他主要的關鍵在哪裡 他主要的關鍵可以講啊,在氣,在氣 你氣修堅固了,才能夠逆提 所以我今天常常講,跟大家講 你要把保平氣修好 或者我教你這個口訣的時候啊,你沒有這個保平氣 你也用不了 大家曉得那個蒸汽機啊,蒸汽 那個瓦特發明這個蒸汽機 他發明蒸汽機啊,他是利用燒出來的這個氣 然後再壓,讓他前進後退,前進後退,前進後退 就可以產生一種力量出來 這個氣,最主要是這一股氣生出來以後啊 壓縮的,盪,壓,然後氣消失掉 回來,壓縮,回來,壓縮 人的身體啊,把這一股氣養成,很重要 所以保平氣啊,蓮詩講的蓮華生大事 他怎麼講,他說 保平氣是一切的功德 你這個人,一切法的功德 保平氣一定要修好 所以吸氣進來,壓,提,就在這裡 壓,上壓,下提,就在這裡 這個很堅固 這個時候,你看像石頭一樣的,很堅固 然後噴出去,噴出去 這個氣你練得好,保平氣你練得好 到時候你這股氣要急啊,就容易 他就是這樣子的 這菩提心願意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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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 一滴,就把它擋住 往上,偷,就偷到圓滿的地方 這個就是口學 其中有意念啊,其中有要用意念 用身體扭轉 我不是講以前寫過大溫養的功夫嗎 大溫養啊,就是保平氣 道家的保平氣就是大溫養法 密家的保平氣就是道家的大溫養法 用二者之間相通 我沒有講口訣啊,我現在馬上就可以教你們口訣 因為你把人氣沒有修好 你這個菩提心願意下降了 這雜誓明典啊,你這個一般的俗氣的這個明典 在密輪的口,在密輪的口 把像你人的夜市的血降到這個密輪的口 就是在那個地方 那你沒有這個保平氣啊 作為偷的一種力量啊 你就是有口訣沒有用 它就漏了 所以這一股氣啊,你一定要修出來 先修氣的刑法 先把氣啊,修好 所以我有順細的,我在教啊 第一個你先修保平氣 你先修保平氣 修這個九節佛風 修保平氣,你修好 難怪你再觀想著火 氣好了,觀想著火這樣子 你把九節佛修好了 最後才教這個五肉 再教你五肉法的這個口 那個時候啊 因為有九節佛啦 有保平氣 你這股氣自然能夠提升 我講啊那個麥管啊 放水啊 擦在水缸裡面啊 麥管擦在水缸裡面 這個水在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根閉氣 氣閉住了 你今天這個手一伸 水就出來 有沒有 你這個氣啊提起來 壓住 下去以後壓住 拿起來,這個水就在這裡 一放水 就出去了 這個是提法 提法有很多的口感 所以降法就是從這裡往下降 提法就是往上提 慈法呢 就持平在身體裡面農 散法就封到本丸的地方 這樣久而久之啊 自然就結舌利 就結聖胎 搖著金奴公法 顧本 就是提住了 提住 無漏 就是顧本啊 就是生無漏啊 還原就是 恥 還原 還歸本然 這個道理啊 你們現在知道了 道理 你們知道了 你有漏 一直漏漏漏漏漏到最後你就漏而過 你要一時的快樂 這個 我跟大家講啊 永恆 悲哀 永恆的悲哀 還無俗死 六道輪迴 所以你身體裡面啊 自然有寶 自然有寶 所以顯教的寶 顯教的寶 佛法身三寶 外三寶 內三寶啊 就是氣邁點 氣邁明點 就是內三寶 也就是密教的三寶 那我無漏法 現在我要看一下 要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就是說 所有的弟子當中啊 你修行的境界夠了 你的品性啊 端正 你不會利用這個無漏法 去這個 去那裡 就是說 你有很多人寫了這個無漏法以後啊 他 就 很多次的結分 很多次的結分 因為他修了無漏法以後 修了無漏法 一般來講 品性要端正 要找品性端正的人 才可以 教授的 因為以前 師父講過 你修了無漏法 我常常以前講啊 起108個老婆 起108個老婆 可以嗎 可以 是可以的 因為你金剛不壞 你的精氣神充足 你是堅固瑜伽事 你是大力瑜伽事 你是無漏瑜伽事 108個老婆 所以這個以前啊 這個密教的大師啊 教那些皇帝啊 然後是 一個晚上啊 能夠樂意 10米 10個米的 是這個法本身的作用 是這個法本身的作用 但是這個法便就是教你這個 便不是 不是 而是你讓你身心得到大樂 你自己得到上層的一種 一種功 一種功法 你是要修金剛不壞的 而不是拿這個去想世俗的那種快樂 不是 所以在這當中有差別 有所差別 所以要觀察品性 以前這個師父教的 要觀察品性 觀察這個師尊的品性 所以才要把這個法傳給你 這個是重點的所在 那這個女生方面來修這個無肉法 她本身是年輕的時候她就斷掉 她就是沒有這個夜市的煩惱 我也曉得這個女生的夜市的煩惱 是很麻煩的 很麻煩的 而且啊 你看看嗎 我們男生一進去 馬上就出來 那女生一進去 她都要很久 很長的時間 而且外面排隊 她剛剛排隊 我剛才走過女生的廁所 啊 啊 這 聯香喪屍排在第一位 啊 外面排好多位 大家都在那邊排 慢慢等慢慢等 因為她麻煩 我們要原諒她 原諒她們 她們不只要拖 啊 大拖還小拖 啊 哎呀 麻煩了 麻煩了 而且 還要帶大包小包進去 這女生的 剛才我走過去說 哎呀 排那麼長啊 有一個女生就說 哎呀 夜障重啊 夜障重 是一種麻煩還不要緊 我告訴你 這個麻煩 不要緊啊 大家在游泳她又不敢下去 啊 游泳的時候她也不敢下去啊 總之 這個以前我曉得 我們小學的時候啊 到了小學六年級啊 那 那個 女同學啊 就講說她是立甲 立甲 立甲 我在想什麼叫做立甲 我小學六年級什麼都不懂啊 她跟老師請假說立甲 女生怎麼有立甲 我們男生怎麼沒有 奇怪啊 那個樣子 出操課 運動課 她說立甲 哦 現在明白 這個還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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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講啊 那個女生的麻煩 我最沒有惹她啊 她在掃地 掃 掃 掃 我說你怎麼 掃地 這個 情形多 跟以前不太一樣啊 很默默無語 也不講一句話 掃的好像是 這裡已經明明掃過 你越來掃 你怎麼核心 乾淨的地方啊 你看著那邊有垃圾嗎 拿掃把拿起來 不要惹我 不要惹我 為什麼我們是講道理的啊 對不對 你平時都講道理啊 所以一段時間不行 哦 猛然一醒悟 哦 這一段時間不行 你就知道是那個來 或者哪一個麻煩 trouble 是麻煩 好好的啊 昨天還笑嘻嘻的 昨天晚上還笑嘻嘻 第二天晚上啊 第二天晚上 因為就變天 怎麼回事啊 不要惹我 你就知道 哎呀那個麻煩又來 抓捕 所以你行責在修行當中啊 你的行責修這個法 你有決心修這個法 不要小孩的 當然啊 有些是沒有辦法的 他還是一定要過 過這個 一般人的這個生活 他一定要有子女的 那個當然是例外 你有自修行的 你學了這個法 幹了 根本就不會有 亂掉 因為完全是讓你的提法 讓你提法 反提回去 反提回去啊 就在你身體裡面循環 所以藍的 它本身的明點 也是在你身體裡面循環 你的 它本身的這個熱血 也是在你身體裡面循環 那身體不會 按照我們所知道的是說 那個是一種好的一種循環 而且能夠產生 那個很上熱 那個熱的境界 熱的境界就出來 慢慢有了這個熱的境界以後啊 你繼續著佛角度上升 這個佛啊 上升 這個佛啊 上升 然後我們講說這個三角形是生法功 這個佛是上升 明點是下低 明點是下降 氣啊本身是一種 呼吸的一種循環 其實這裡中脈當中啊 一樣呢 這個 啊 中脈我直接化了啊 這個氣啊 進入中脈 很重要 這個氣進入中脈 氣進入中脈 那麼這個明點下降 火上升 你只要做這個 那個密教的行者啊 他只要修這樣子的明點法 明點下降 火上升 去交融 去融會 你這個中脈通了 中脈通了 這裡有五輪啊 眉心輪啊 頭輪啊 心輪啊 啊 記輪啊 密輪啊 海底輪啊 這個 密輪啊 記輪啊 心輪 這五輪啊 只要打開 五輪只要開啊 環繞就沒有 很奇妙的 這個也是斷煩惱喔 這個也是斷煩惱喔 這個一樣是斷煩惱 我們很曉得 我們密教邪附魔 有外附魔 外附魔就是燒這個煩惱心 做供養 做供養 燒煩惱心 那麼 內附魔就是這個 就是把你的五輪特別神經啊 那邊啊 密集的地方的五個輪 所有的脈全部給它通的話 你人啊 就覺得法味重重 非常的清安 你能夠看透一切 你身體的毛病消除 一切煩惱就減輕 就算你遭遇到很多的災難 你只要會做這個法 你一切就覺得非常的法味 跟清安的那一種接受 在你身體裡面產生 這裡面啊 就是有快樂 無窮盡快樂 一種無上的一種接受在這裡面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秘密的東西 很秘密的這個法 我們曉得這個白教 叫大手印 大手印法 完全講的 神秘六字八本身 他就修左火定 這個就是左火定 白教大手印裡面啊 都是在講這個 左火定 還是修左火定 那麼師尊可以這樣子講 師尊本身也是修左火定 我也是修左火定 秘六字八也是修左火定 修明典法 修明典法 修左火定 修喜本來講起來 喜的這種接受啊 本來也是空 告訴大家 任何一種快樂的接受 也不過是虛幻的 你自己想一想啊 快樂 好 你是快樂 You're so happy 無疑 快樂的感覺怎麼樣 講出一個具體的東西出來 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 所以你問啊 你問這個男生女生 你男生 好 我問你 你快樂嗎 快樂 好 請你把快樂 講給我聽 你是怎麼快樂的 我 一下子剛剛提 講不出來啊 我講不出來 說不出來 好女生 快樂嗎 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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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花路放很快樂 好 請你講出來 你的快樂 如何表現 哇 你也敢去啊 是很快樂啊 是有這種接受啊 但是呢 你沒有東西可以表現 沒有東西可以表現 所以你由這裡啊 你可以證明這個快樂啊 也是空患的 空患 沒有具體的東西 有的人講啊 是什麼感覺啊 哦 全身放鬆啊 他說全身放鬆 你平時也可以全身放鬆 反正放鬆 也沒有感覺到什麼啊 不對吧 對不對 有人講說啊 解放啊 又不是九七 又不是香港 香港解放啊 對不對 啊 解放 解放 解放就當當掉啊 就是上廁所去解放 解放也可以產生快樂 沒有錯 你蹲在那裡啊 因為 你那個槍子裡面的東西 突然間 全部放空的時候 嗯 大樂 這個也是解放 也是大樂 有一點像 但是也不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啦 你講什麼都不中 所以這個大喜樂啊 大喜樂其實也是空 也是空 你知道嗎 在珠天啊 你到了 異界天 隨心手藝 隨心手藝 吃得很好 晃出來的 你想到什麼 噢 日日天 他就出來 哇 吃吃吃 哇好吃好吃 你吃過了以後又沒有了 空 你說 哎呀 我希望有一個 以前我的女朋友 現在面前 噢 他出來了 哇 你觸覺很快 噢 好細好白啊 噢 這樣子 噢很好很好很好 噢 也是沒有了 這種喜樂 都是一時的 一時之間的困況 一樣都是空的 所以你就知道啊 這世界上的一切的快樂啊 不過都是一時的空間 一時的空間 你再繼續修 這個明點下降 你再繼續修 你再繼續修 再繼續修 明點法 你再繼續修 因為佛啊 左佛跟明 以明點啊 當成左佛的材料 然後把脈打開 把脈打開 把脈打開 把輪打開 這個一打開啊 那 就產生光 你一得到光啊 突然間一閃出來的時候啊 就是進光世界 這個時候啊 就是進入色界天 你常常念高昂冠心真經啊 高昂冠心真經啊 高昂冠心真經有一個長樂我境 啊 長樂我境 這個長樂 這個 就是意界天 這個我境 就是色界天 就是進入色界天 這是我自己本身的體會 我自己本身的體會 常樂我境 所以呢 這個意界天啊 意界天 色界天 但是大家色界天 不是只有靜而已啊 不是只有靜而已 可以講 樂跟靜 綜合起來 綜合起來 你到了 你到了 修行啊 到了這個 這個 這個世界天 你就放光了 星光發露 星光發露 從星輪的這個光啊 先開始 星輪的這個光先開始 就星光發露 那這個很簡單 那這個很簡單嘛 你修行 看起來是簡單 看起來是簡單 但是這個 這個歷程的時間很長 那麼這裡面呢 談到 要得到靜光啊 也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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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激光發 你在修的過程當中啊 你要把宇宙的光啊 收射在你的心中 收射在你的身體裡面 這個叫做激光發 這個叫激光發 這個叫激光發 簡單 我簡單告訴大家 啊 嗯 所以 所以說 有所謂這個 這個 這個 對著 大日 對著出生的大日 對著這個月亮 對著這個月亮 對著星星 對著這個燈光 修激光發 修激光發 這個濟光法有什麼好處?就是把宜咒了最發光的東西收射在你的心中 我簡單講一下這個方法,因為這個方法還沒有傳授過 也就是把你恩、阿、哄三個晝日對著這個大日的時候,把這個用你的氣把這個恩字推出去 到太陽裡面,太陽裡面有恩字 然後把這個恩日再藉著吸的時候,把這個恩日再收回來,進到你的身體 然後把這個阿字推出去到太陽裡面 再把這個阿字再收回到你的身體 再把恩日推出去到太陽裡面,跟太陽的光融合 再透出來到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對著大日也這樣子做 那麼看光呢,有看光的方法 看上、下、左右 看上、下、左右 不看中間的,看太陽有時候眼睛會受傷 看月亮 一樣的,一樣的把這個恩馬鴻推進推 再吸回 推進推 這裡面有他的這個要節 將來呢,我寫在這個 寫在書上 我把他這些口訣寫在書上 這個每一種阿 要修差不多要三個月 三個月的時間 每一種修三個月 差不多修一年的時間 你這個進光就可以顯現 我以前阿 以前看這個寮齋阿 寮齋裡面有寫這個福禮拜月 福禮阿 福禮阿 他會拜著月亮 然後他用他的福西阿 去吸 到最後他修煉成阿 變成福禮精阿 修成阿 又變成 就化為美女 這個福禮精很厲害阿 很多這個男士看到他就完蛋了 他這個福禮半夜 呼吸 就是現在修技光 我那時候不知道 我看了寮齋以後 寮齋之一看 哇 原來他們很厲害阿 他們已經在修技光法 大夜 對著月亮福西 是這個方法 技光 那麼你修出來了以後 他心輪 五輪阿 只要放出光 放出光 放出光 那我們中國中也有很多的這個放光照片阿 以前大家阿 隨便照都有放光照片 見到人 嘩 好多放光阿 那時候最多了 每一次法費都有放光 放光放光 到時候 那個 到時候台灣這個宗教掃黑啦 台灣宗教掃黑 掃黑所有放光照片都說都是曝光或者是做的或怎麼樣 我在以前之前在還沒有掃黑以前我就跟那個講 以後不要放光啦以後不放光 蘇律生不放光就從此以後都沒有光 從此以後都沒有光本來是很多放光照片的 蔣律生不放光以後就沒有了,通通都沒有了 這個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從放光照片集,你看出到哪一本以後 以後就不會再有放光照片了 這很奇妙,蔣律生說放光也有本尊來加持 有虛空的佛菩薩在放光 不一定你自己已經修出淨光,不一定的 你以為你照了一張放光照片 我已經放光了 菩薩,菩薩給你安慰獎 菩薩安慰你啊,給你安慰獎 你就以為我放光了 那你假如會放光的話 這樣子好了,你隨時講說好我現在放光 那麼你照了 那就是真的是放光啊 對不對 那你假如照不出光呢 那是安慰獎 那是安慰獎 菩薩給我們這個安慰獎 所以很多的本尊啊 在加持我們的時候啊 佛來,菩薩來,諸天來 在上光給你加持的時候 照出來是有光 那這個光啊 那這個光啊不是自己修出來的 我們必須要靠自己去修出來 靠自己去修出來 當你全身的環,環腦的這個脈 沒有,環腦脈沒有 當你啊,的中脈通了 中脈,全身的經脈都通了,通脹了 就是全身的經脈通脹啊 也有好處的 你身體一定是健康的 你不論哪裡痛的 你身體哪裡在痛 就是那裡的經脈不通 你哪裡有病 就是你的血氣不通 你全身的經脈全部通了 你身體一定很健康的 所以你哪個器官不好 那一定讓你失調 你沒有辦法自我控制那裡的器官 一定是失調了 哪裡有毛病 氣血不通 氣脈不通 那裡就痛 那裡就產生垃圾 遁損 有細菌在裡面繁殖 這個也是一個醫道 醫道的這個原理在裡面 所以有一次啊,我去看師傅 那個師傅坐了好久 好久了,我這個腳盤得好痠 他也盤得好痠 我們兩個人腳都盤得很痠 我說太晚了,我要睡覺 我要睡覺 哦,所以師傅講了一話 哦,通氣了 通氣,氣通了 通了 他講了一句話 他也是有哲理的 也是有他哲學的這個道理在裡面 因為你做久了,你那個血液循環不好 這個要通氣,站起來要腳啊 抖一下,抖幾下 全身來運動一下 讓氣血通上以後 然後好好睡覺 這個也有他的道理 這個,所以中脈要通 這個所有的經脈 所有的脈全部通 這個五輪裡面有很多脈的 就很全身裡面都有很多脈 很多人解釋不通 有多少脈,多少脈,多少脈 我們又看不到 總之啊,都是經脈 讓他全身通了,身體就健康 那產生靜光啊 就進入社界天 社界天就進去 再來,在更上面啊 你靜光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金光強強棍 那有喜樂又有靜光 那這個時候啊 你境界已經不得了啦 已經從這個 這個初禪啊 二禪、三禪、四禪 進入到最強烈的光的境界 已經到四禪 還有一關 就是無色界 諸天的境界裡面還有無色界 一般的宗教裡面啊 就只在這裡面而已 無色界是什麼? 無色界 無色界就是空性啦 無色界就是空性 所以真佛經裡面講的 你無面為正結活法 因為佛啊 無色界的開悟的境界 不可以言說 你到了無面的狀態啊 一個面頭都不深 這個狀態的時候啊 就是空性顯現的時候 空性顯現的時候 以無面為正結活法 因為在往上走 沒有話講 沒有什麼可以比喻 所以真佛經裡面講到 以無面為正結活法 大家都曉得釋迦牟尼佛 他是開悟者 他在菩提樹下 做 閱讀東方明星 他就講開悟了 悟了什麼? 沒有人講 從來沒有人講出來 他悟了什麼? 你們也可以講開悟了 我也開悟了 大家開悟 功力也無窮大 宇宙都在我的這一根棍子 開悟了 哇 很好 哇 每天很快樂 開悟 到處跟人家講 我已經開悟了 哇 空空永遠 這個空性很難講 到了無色借天 過不去 我在無色借天的邊緣 就很難過 很難過這個空性 事實上 事實上 這個空性 是一個位術 密手 是調和所有的修行 按照佛陀 我所知道的禪 禪中 他指指空性 指指佛性 要你這樣子回到空性裡 禪中 指指人心 見性成佛 見個什麼性 就是要見佛性 就是要見空性 禪中是這個道 這空性是什麼 到了無色借天 連身心事 通通沒有 事無邊 身無邊 都是無邊無際的 什麼都沒有 站在那裡過不去 要過這個無色借天 無作 無相 無心 無我 完全的 進入一個無的狀態 其實禪中是講什麼 講無嗎 講無嗎 所以六祖慧能 他寫了那個記 六祖慧能寫什麼記 對呀 念念了 站起來念一下 就是講這個無字 六祖慧能就是講這個無字 就是講無 無 就是講這個空性 因為啊 這個 這個 這個無祖紅人 叫他寫 你們寫出你的物境 這個六祖慧能 他能夠寫出一個無字出來 所以他得到心印了 他得到心印了 另外的神秀 他還是一個有字 還是一個有字 還是一個有字 所以無字啊 才是空性 所以他那個 那個無祖紅人啊 把這個 傳一 給六祖慧能 就是在這 那密教的修行啊 是從六到進 再進入空性 釋迦摩尼佛所悟的到 所悟在菩提書下 所悟的應該就是空性 應該就是空性 他由十二因言 去領悟 一切都是空上的 當他悟到以後 應該就是空性 但是不能講 空性為什麼不能講 因為沒有辦法講 不能講 你要自己去體會 你突然有這個樂 有這個靜 有這個空性出來了 但是你不可以講 你不能講 你悟到的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要每一個人啊 每一個人親自 親自自己啊 去進入 那個時候才叫做深刻的領悟 才是深刻的領悟 假如我現在跟你這樣子講 你說哦 OK 啊 感謝這個盧時尊 那麼他這個講了四堂課 今天已經算起來 一堂兩堂 三堂四堂 已經四堂了 那麼已經講到這個悟到的這個空性了 我這樣子我已經開悟了 好 OK 我就是釋迦摩尼佛 你就是釋迦摩尼佛 大家都是釋迦摩尼佛 通通都悟了 哦 好 回去呢 那個 回到家裡呢 趕快 那個 現在不用算跑 現在用計算機 算一算我 我 今天賺多少毛 啊 啊 這個明天做生意啊 賺錢啊 怎麼樣子啊 好不好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這種東西啊 這種東西啊 要身體力行 密教是講漸進 漸進就是說你漸漸的 先修樂 再修靜 靜光 再進入空性 密教是這樣一個漸漸的 禪中啊 不講樂 不講靜光 直接就這樣實行空性 這就是禪 這就是禪 那麼像靜中 靜中啊 靜土中啊 他就叫你慈民念國 一心不亂 由阿彌陀佛的試驗 射召你 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這個就是他們每一個修行的方法不同 所分出來的宗派 所以有人講說 誒 我已經修禪了 我不再修密中了 密中比較難了 禪中比較容易 錯了 禪中直指空性 是頓教 他是直接的實現去空性 被密教更難 被密教更難 密教是漸進式 有刺地 他重視刺地 書行要重視刺地 這樣子走的 他說 密教太難了 我要修禪了 他比較容易 他說空性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宏教 林馬 林馬 派的大園蠻法 大園蠻法 類思禪中 他是度 他有頓超 直接超越大園蠻 直接頓超 大園蠻 直接頓超 大園蠻 很類似 很類似 直接的 很直接 直指空性 直指佛性 直指人心 就是禪 其實這個是真正的大力根氣者 真的是有很大智慧的人才能夠修的 那我覺得還是修密教本身有次定 先從常樂 先修常樂 再修我經 最後得到空性 什麼是悟 什麼是悟 我認為 這三則 圓滿 調和起來 就是悟 就是開悟 你只有空性 沒有樂 沒有靜 也不好 只有樂 也不好 只有靜光 也不好 只有空性 也不好 我認為這三則合起來 就超越三天 這是欲界 色界 無色界 三則合起來 就是超出相界 這是我個人講的 我個人 我個人認為 所以人家想說開悟開悟 什麼是開悟空性 是開悟嗎 我說應該這三個通通包含 這個才是 空中裡面 才有妙我 才有 空中裡面 才有妙有 什麼是妙有 樂跟靜 才是妙有 只有空 沒有妙有 怎麼修 要有妙有 又有空 空有物容 就是常樂我靜 加空性 才是物 不妙 這個是我修行的心得 沒有人講 以前沒有人講 什麼是超出三界 超出三界是怎麼回事 就是說 沒有欲界 沒有色界 沒有無色界 就咚 超出三界 那麼 那裡是什麼世界 哇 徒了 徒 徒 徒徒徒 這個又不是欲界 也不是色界 也不是無色界 怎麼辦呢 在太空中 掉入太陽 黑洞 真的 這個好像做太空說的一樣 一直 沒有底 哇 好怕人喔